好 那個焦點我們要來看到是統神的部分 他是因為評論黃紫焦事件 然後他說了一句他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遭到網友言上了 但是很多廠商現在也開始陸續要跟統神切割了 說不會再跟他合作了 那統神他到現在還不覺得有任何的錯 他說台灣的法律年滿16歲 性交無刑責 他說我只是想一想而已 就變成了千夫所指 他就說了我賺夠了 我不用接工商了 一樣是可以過一輩子 還說不要說他是三觀進回劣質什麼的 他就問說他哪裡三觀不正 哪裡戀童了 不要這樣子扣別人的帽子 但是在他昨天的直播的時候 他當下是失控還怒罵了他的媽媽 立刻被網友說嘛 你幹嘛遷怒給你媽媽呢 而且統神他還自稱說他是得罪了民進黨 現在遭到網友的言上 那昨天的時候其實他還有跟這個苗博雅 議員苗博雅有call in 結果呢 立刻是被苗博雅狠狠的訓了一頓 還上了一堂課 苗博雅就說了 看魏成年的性愛影片很嚴重喔 跟魏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也很嚴重 他就跟統神說 你不要讓小朋友覺得說 好這兩件事情是不嚴重的 而且呢他說你亂講話道個歉就好了 還在那邊凹 如果你講話不精準 把17歲講成魏成年 道個歉大家不就算了 他說呢我都只有拿你有講的話出來講而已 好所以在這個call in結束之後呢 統神他竟然是道歉了 他就說跟苗博雅議員討論完之後 他學到了很多 他說我是真的要為我的無知道歉 因為我是真的不知道原來是這種網站 所以呢可以看到他是完完全全被苗博雅給電報了 而且網友也很驚訝 統神這回竟然是道歉了 但是這個道歉當然很多人是不買單的嘛 來看到呢他的素敵Toys現在補槍了 他說我未來將不再以任何的形式參與 戀童癖黃紫嬌以及呢 亞洲戀童神前輩相關的任何演繹工作 他說不願意要成為這樣子剝削兒童的幫兇 好那我們就持續來看到這個網站呢 其實他是高級會員價錢 你只要給的夠的話 騙員們就會想盡辦法要偷拍到金主他們指定的人選 指定你想要看什麼嘛 所以像是一些知名的啦啦隊員啊 還有主播其實都受害喔 甚至呢黃池溫泉偷拍案 也是由這個論壇結果流出來了 但是現在這個論壇的主機他是在美國 而且主賢呢陸南他現在躲在香港 所以要抓的話也是有一定的難度喔 那創意私房呢其實三年前就被封了 那隨即他又更換了一個網域之後 又立刻復活了 那立委徐曉欣他就說了嘛 現在呢衛福部還有數位發展部跟檢調都不作為嘛 互踢皮球 他說這個就是兒哨性剝削 無法根除的一個源頭 而且現在還被發現啊民進黨的發言人吳真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喔 他說呢小磨賠稅根本超棒 現在也被網友質疑了 你現在是在說你支持性交易嗎 所以網友立刻就怒轟了嘛 有人說啊你只要有證好小三生子都是好形象 都可以升官啦 綠色真的有夠耳真的是雙標檔 還有人說欸我記得台灣是禁止性交易的喔 這個要看有沒有好這個綠樂黨證的年代 好另外還有人說台灣性交易是違法的 那無性高中生你現在是挺違法的小磨賠稅麻 可以看到吳哲恩現在也是被燒到了 好那一人黃紫嬌就是因為持有這樣子未成年迷片 遭到踏罰嘛但是販賣影片的色情網站是繼續活躍 那政府到底為什麼不去封鎖這個網站呢 三大部會互踢皮球也讓網友怒轟說 官僚麻木簡直是獨職 黃紫嬌買了七部兒少性晶片遭全國罵報 但諷刺的是這元凶網站創意私房卻照樣活躍 新聞已經爆出來了 竟然還有人在付款將近台幣三千萬的營收 網友炸鍋怒轟當全國通罰黃紫嬌 只有政府放任二郎繼續拍片賣片 政府是死了嗎 性博學幼童這麼久還不管 為什麼不立刻封網 各部會狂踢皮球狂甩鍋 一種做法是檢察官去做這個扣押 因為那個比較快 術法部推說要主管機關衛福部要求才能封網 但衛福部卻說得跟法務部討論看何時能封 而法務部卻不動如山 網友開槍是要看個好日子 算好十成八字再來封是吧 是要大官坐下來一起看完謎片 再決定要不要封嗎 官僚成這樣笑死人 要不要發函給你寄洗鐵給你寄琴鐵給你 你才要動作嗎 這是很明顯的獨子 監察院都一堆死人根本不會追究 現行法律規定 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 只要有性侵害犯罪嫌疑的情勢 主管機關就應該先行限制遊覽或移除網頁 各自偷罵法務部等單位查在野黨一馬當先 這次別說抓元凶為何連封鎖網站三大部會都甩鍋不做 蔡英文那個被辯臉馬上動作這麼快 威脅到你們的統治利益的時候 威脅到你們選舉的時候 那動作多快力道多強 這個性剝削這個猥褻片 明明這麼清楚的這個受害者在那裡 他就不認真辦 對付在野黨你都幾乎是跑得第一優先 三個人都像是山雞不正師 威龍闖天關裡面的電影情節一樣 一個是丟文書 一個是丟筆 放任兒少謎片網站 連民進黨立委都罵報 衛福部才緊急改口 我們會發文給術會部術法部 來先把他封掉 當全國偷罵黃子嬌這個下游買家 政府對於罪魁禍首卻撞下不抓 百姓如何不憤怒 統神現在是遭嚴上 多家的廠商都表明說拒絕再跟他合作 統神昨天開直播他就表示說 能夠理解這些廠商的立場 好聚好散就可以 那統神更坦言說他完全不介意 因為他說自己賺夠了不用接工商 其實一樣是可以過一輩子的 那統神就被挖出來 2016年他上節目的時候 曾經就說過網紅經濟嘛 他透露說自己靠著電玩周邊商品 一年就可以賺進400萬元 那當時統神也表示說了 平時他的物欲不高 花費也不會很多 所以他才會說 沒有工商的話 他也是沒問題的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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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